那这个也挺适合你 橙子 喝点 我其实这两天会有一些困惑吧 然后 从那天 华冰那天开始 就是我有时候可能 会分不清你的一些状态 小诗很勇敢主动调这话题 是 是 那天我吧 其实人是 会有一种想要体面 想要保全自己 不想被那么多人看透嘛 所以我会装作没有看到 我会回避 这是一方面 再从其他的角度来说 因为还不够了解 就是你的状态啊 是一个日常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也在观察 观察你在跟别人的交流或者相处模式嘛 我有说过你 其实我不管看在哪里 其实事件都没有离开过你 就是这两方面原因吧 我可能那一天我就不再状态 不知道想要给你传达也要怎样一个信息 因为正常我觉得你 我们会彼此接触到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其实这两天就是也有在去感受我自己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就是 就是和你的接触了解的过程当中 会确实让我出现一些思考和困惑 就是我会把我从那种很可能更感性的状态 调到一个有些理性的状态 理性什么呢 我就会考虑我们之间的差异 嗯 你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已经表达出来 我感受到了 对啊 之前没有跟我聊过这个 但是感受到这是你的变化 所以确实会有差异的时候 好 我 我不是 不想说了 嗯 出了 这就是事实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去考虑过这些吗 你觉得是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 小帕为啥是这种态度 你觉得是问题吗 小试试想 我们把这个初体验过了之后 咱们真的 后面 你有没有想到问题 或者其实抛出这个问题 就是也许男孩我有想过 但怎么解决 有方案 其实哪怕有差异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是你们两个是不是想共同解决 现在让我们 比方说看着觉得 小帕你怎么这样 不是他怎么回答 是态度 你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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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要落到具体上 不能只学这样的话 是吧 对啊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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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嗯 然后两个人 因为我没有 谈过异地链 所以我也 又开始 打别了 嗯 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 你 咋了还沉浸在音乐的节奏里了 但是我会想到说 比如说 两个人 至少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 希望能够 多一点的时间 能够两个人 见面 然后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具体怎么做呢 是想问这个吗 还是 想问什么你就说呗 很简单 其实在哪儿 对我来说都一样吧 我在成都跟 在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我站一下 怎么想逃离这个环境 对 我要 我接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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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不知道怎么回应 哎呦 没有什么 我接受到